警察赶紧将老翁移到路边 原来他的电动车坏了 停在快车道非常危险 远景沿路帮忙推车 还有路边的店家看到了也帮忙充电 老翁不断向路人和远景道谢 不过电动车的充电器坏了无法充电 最后派了警车先将老翁送回家 他的脚行动不便 因此我们就参扶他到楼上 将老翁平安送回家里 连邻居都大赞远景贴心 警方也呼吁家中若有长辈外出 家人应该多细心留意 才可以避免意外发生 但新闻家新王昭中 高雄报道 交集图 警方公 nation 市民公司 市民入口